接着带您来看到傅里乡稻农李春女 自107年认识当时的市长魏嘉贤 认同爱花莲食物银行的理念 多年来持续捐赠自家种植的白米 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113年一起稻作收成 他再送来100包白米依注食物银行 希望善的循环能够永远持续下去 傅里乡稻农李春女 猜车再来了100包的白米 捐助给爱花莲食物银行 这是107年他认识当时的花莲市长魏嘉贤 所结下的善缘 因为就是107年我就开始捐迷了 那时候因为马拉松 太平洋马拉松跟市长认识 然后市长那时候9月成立的食物银行 那时候我就每半年一起收割的时候 我自己就有留下骨子 然后请我的朋友你帮我粘好米 帮我包装这样子 很感恩那个何大哥 然后今天赚成再上来 每半年一起会在这个物资过来食物银行 113年一起稻收成 李春女继续送米到花莲市 先月魏嘉贤非常感动 那真的非常谢谢春女姐 她从107年开始 我们在马拉松的活动上结了缘之后 她就不断的来支持食物银行 那在我担任市长的任内 那还有到家宴担任市长的任内 都持续在支持食物银行的一个白米行动 那白米的部分也是春女姐自己种 自己碾然后自己送过来 那米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那我们再次要感谢这么多社会大众 支持所有被需要关怀的朋友们 那我们未来也会持续的找更多的社会资源 共同来协助需要帮助的朋友 除了感谢李春女的爱心 魏嘉贤也关心南区灌溉用水的问题 并表示会寻求相关单位来重视农民的议题 而华莲市公所也由秘书田介整 代表执政感谢状 感谢李春女女士 多年来持续不断的闪行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